7月12日,有投资者发现多融财富体现困难,其员工爆料公司CEO及其他高管已经失联。 这明显是跑路的节奏啊,这群高管不仅坑了投资者,居然也坑自家员工,有不少员工也投资多融财富,甚至有员工投了400万,而且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呢。 真是现披着羊皮的狼,平台的背景,多融财富运营主体为上海银针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,成立于2015年1月,注册资金1.5亿元,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鑫。 多融财富在其官网宣称,居有上市被净加国资控股。 2017年12月,南京银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,对其进行增资,占股比例为33.33%,中商户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,占股比例,调整为66.67%。 多融财富宣称自身是一家以银行成对挥票,知名国企商票为主营业务的低风险,高收益的P2P互联网金融资产投资理财服务平台,被靠大型国有企业。 平台的问题,所有的平台都会宣称自己是好平台,但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,却要靠投资者自己的火眼睛睛了。 跟其他爆雷的平台一样,多融财富问题不少,其中有两个问题极大。 一、不可靠的国资背景,我们再次看一下多融财富的官网股东的介绍。 中商户生产业是国资企业商业网点,建设开发中心的全资责公司,那就说明多融财富只是一家国资企业的缩子被公司。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,最可怕的来了,这在叫做商业网点的公司旗下有很多P2P平台,而且不少都是已经雷掉,像大胜理财,要业带早已死瞧瞧呢。 附一个图,你们自己感受下,二标的是闲子柔。 下面是借款人的数据,借款大户就两个,占资金100%,一个接9.7亿,一个三千万,这也太不寻常了。 CEO是应该怎么办,在这个都市之秋,不少投资者会眼泪汪汪。 能遇到平台高管讨论,我们应该怎么办呢? 一,收集证据,当得知自己选择的平台出现异常或跑路时,应首先登陆该平台官方网站,下载近期的交易记录和交易合同并保存,这些都具有法律效应,可以用来当作报警的证据。 二,马上报警,即时向当地公安报案,跟警方陈述受骗经历,由警方抓紧时间立案调查,向警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,动机该平台银行账户,避免更多的损失。 三,联合报团,建立QQ维权群,将所有上当受骗的投资者集合在一起,大家一起商量如何进行维权,人多力量大,追回资金的可能性才比较大。 想了解平台评级及风险,想关注小马独裁,并回复测评级可查阅。 好了,今天的文章就说到这里,你更想看什么财经内容呢?财经理台方面有什么问题呢? 欢迎留言哦,我们一定会借尽全力为您提供帮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